五百年前 因我鹿角折断 天界把我定为天谦责罚之邀 我受尽雷鸡之心 随后 将我贬下凡间 我们就随了母亲的声援 就此放手吧 放手 就算唐僧没有长生不老之孝 也要增长法力之能 你 你的陆身 需需几口唐僧血 便已加快我的修行速度 倘若再吃了唐僧肉 我这鹿角重生之日 尽在咫尺 可 可母亲她说过 够了 母亲身为凡人肉体 定会受天命之数 你这话什么意思 白儿 事到如今 我只能实话实说 这古术之法已不再虚命 当初我提议效仿人参果术之道 即凡间孩童之灵力 只会增强你我法力 什么 梦骗你这么巧 是我不对 但我着实是为你我考虑 上天众神所定 每五百年 则呈妖兽一次 名为 天前 五百年轻 以我鹿角折断 天剑把我定为天前责罚之妖 我受尽雷鸡之心 随后 将我贬下凡间 这次我定要讨回宫道 这次我定要讨回宫道 我已决定 摆下承圣燕 与众妖兽一起 共使唐僧血肉 增强法力 但我鹿角成行之时 与众妖合力 定能攻上天庭 叫她个天翻地覆 等到那时 我便是朕 天前 你要攻打天庭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在下次天灾来之前 必须动手 可 可母亲常说 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方能始终 母亲有亡 世间 再无善念可言 那你就一点也不念母子之情吗 母亲身为凡人之躯 终有一亡 这难道不是伤天的安排吗 你不能再错下去了 我心已定 你若不愿跟随 你我之间 就自了结吧 nite 猴子 女工 天主啊 你快点啊 快点 男子 男子 菠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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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行呀 啊 大师兄不行了 哎呀你才不行呢 我是说这凡街的火 不顶用啊 哎呀 哎 大师兄 你不是有那个 宝贝吗 嗯 对呀 关键时候能救命 快 怎么把他给挂了 哎哎哎 试试试 看起来有用 啊 有用有用 哎 哎 这后劲不足啊 闹莎 你快去找太上老俊帮忙 二师兄说的对呀 我现在就去找太上老俊 哎 哎 怎么胡子都搞成这样了 也不知道和尚现在怎么样 不是 慢慢的 哦 哦 我高虚不低 诸不磋不磋 诚笑无其心 所有一些众生之内 如乱生如胎生 诸实生 诸不磋 诸不磋 圣僧 是在为自己超度吗 你执迷平僧这肉体凡胎 究竟为何 天界如此重视于你 只派三位法力高强的徒儿护送你前往西天 难道圣僧真不知道 这天界 究竟一语何为吗 说星星 菩萨体恤平僧 怕悉心之路遇到殆人 丢了性命 哈哈哈哈 看来圣僧 是真不知 这其中之一人 你的血肉 可以增强三界众神的法力 带我喝光你的血 吃尽你的生命 那便是我重回天界之日 也是生死你 宫敬人 宫敬人 哈哈哈哈 你的恶 连佛所都度不了 心中无佛 可用他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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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来救我的 好吗 好吗